诶 怎么回事 我帮你拿 阿姨 怎么是你 怎么了 阿姨 这是怎么回事 你要去哪里 表哥 我送阿飞回去 怎么了 你可以谁让我上车吗 来来来 先上车 你先上车 慢点 慢点 阿飞你拿下吧 把东西拿下来吧 阿姨 你看你 带着那么小的一个孩子 阿姨背着那么多东西 你准备去哪里呢 表哥 你也知道的 我自从离了婚以后 他们就天天逼我相亲 昨天他们带我去看了一个 但是我对他面相并不是很好 可是他们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喝了酒吃了饭 就像当于是订婚了 可是我以前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我现在不想嫁人了 况且我孩子还那么小 阿姨 那你现在准备带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去哪里呢 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里了 表哥 你知道适合我的工作吗 就是可以带孩子上班的 这个你现在带着孩子也不方便吧 这个孩子还这么小 你看 不是 这个倒是应该可以想办法的 但是阿姨你知道 你家人知道了吗 现在你出来了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这样 这样他们也会担心你的 要不这样吧阿姨 我们先送阿飞回去 然后 再去找一下你的家人商量一下 你这样走的话 他们也会担心 再说了 现在是停餐回忆自由 你不同意 你不喜欢的话 他们是不能逼你家人的 你知道吗 对啊 这个是看你自己的 只要你想嫁给他的话 就行 你不想嫁给他 他们是不能逼你的 你知道吧 是啊 嗯 好呀 那我们现在过去 然后我先做 先做阿飞过去 然后我们再去找你的家人 好不好 好 小放我在这里下就行了 我在这里下就行了 好 阿飞哥你到了吗 对 我就在这里过去走两步路就到了 阿飞你东西太多了 我们送你过去吧 没事 不用了 小放 你这还有事情没处理吗 你先带他回去吧 我这边这边也不远 我自己走两步路回去就行了 那好 那我先下去 阿飞 小放 那我就走了 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对自己好一点 勇敢的人 最后得到的结果都是好的 还有阿姨 还有阿姨 你也多加油 以后日子肯定都会好起来的 那我就先走了 嗯 好 阿飞哥再见 好 你们也再见了小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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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